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讲品牌定位 刚才我们讲到了品牌定什么 定差异化 这么多的品牌 买家为什么会记住你呢 就像我左边放的这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绿色的整个的植物当中 为什么红色的这片叶子 特别的醒目 能够引起你的注意 或者你能够记住它呢 其实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什么叫品牌定位 品牌定位就是让我的品牌 在客户心智当中与众不同 我们上节课讲到 我们今天的外贸企业 既可以打造公司品牌 也可以打造产品品牌 公司品牌呢 就是让你的公司 能够变成一个品牌 然后能够让客户知道 你在这个代工 或者OEM ODM的 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很有实力的 那么产品品牌呢 就是打造你产品的品牌 让你的客户会去购买你的产品 那无论是公司品牌 还是产品品牌 其实第一步都是要做品牌的定位 就是让你的客户对你的印象是与众不同的 那为什么要做品牌定位呢 其实我们觉得非常的重要 给大家举一个身边的例子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 夏天刚刚过去 可能很多人都要去买雪糕 那左边这张照片呢 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雪糕 原来我们去买雪糕 我们会说我们想买一个绿豆棒冰 我们买一个甜筒 我们更多的在讲的是什么 叫做品 就是一个产品的特性 我今天是买了一个某一种产品 但是今年夏天 有一个词特别流行 叫做雪糕刺客 大家知道吗 就是为什么会讲这个词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像中雪糕 这个价格非常的高 包括像这个茅台冰淇淋 我前两次吃了一下 66块钱 价格很高 那么大家提到中雪糕的时候 你可能不一定会记得 它是哪一种产品 但是你会提它的品牌 比如说我想吃中雪糕 或者我想吃茅台冰淇淋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你有没有品牌 你的品牌有没有定位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如果你的品牌没有定位 你今天只能被别人记住的 叫做产品的特征 你只能跟别人PK的是产品的价格 但是今天如果你做到了品牌的定位 别人提的或者记住的 就是你的品牌 那前段时间呢 我们也在阿里巴巴的一个活动上 看到有一个客户啊 分享了他在海外打造品牌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的概念呢 其实跟我讲的是非常的类似的 就是当我们的产品 在没有品牌的时候 其实他更多的在卖的是什么 叫做产品特征 或者是满足客户对于功能的诉求 这个时候 你想要有所谓的溢价权 其实是非常的困难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往上啊 我们的品牌可以做到 所谓的跟当地的消费者 跟采购商在精神和价值观上 去做一个共鸣啊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更加能够满足的 是他们的一种心理的诉求 甚至是一种价值观上的认同 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获取更高的 所谓的品牌的溢价空间 溢价空间 好 那么刚才呢 我们讲到了品牌出海啊 品牌的定位非常的重要 那么怎么来做呢 我想给大家分享两个方面啊 第一个 首先定位赛道很重要 这个赛道啊 决定了你的市场体量能做到多大 其实很多客户跟我说 为什么我做到多少多少销售额 就已经到天花板 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关于赛道的问题 首先什么是赛道 我们先搞清楚什么是赛车 其实赛车啊 就是你啊 就是每一家企业 你这家企业 从事了多长时间 这个业务 你本身拥有什么优势 你在这个行业当中 你的金砖的程度是什么样的 包括你拥有的资源是什么样的 你的优势是什么 这个首先我们每家企业 得自己审视一下自己 我们这辆赛车啊 到底是能参加F1 还是说我只能在普通的路上跑一跑啊 所以本身自己的情况非常的重要 那么何为赛道呢 就是你从事的这个行业 你经营的这个品类 你的这个市场 它整个的市场的占有的份额 包括你的客户群有多大 这两个很重要 如果你本身你选择的这个行业 你的市场份额本身啊 就是说已经做了很大了 而你这个行业本身体量不大 那事实上你就很容易遇到什么 叫做天花板 那么第二步 当我们这个赛道选对以后呢 其实我们就要干什么 叫做定位差异化 如果你不能做到差异化 我们刚才讲到了 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在众多的品牌当中脱颖而去 那这边呢我们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这几个例子呢 就是让大家明白 这些方面都可以去做到差异化 来凸显你的核心竞争力 因为很多人都说 哇那品牌定位真的很重要啊 那具体怎么干呢 那我这边呢给大家分享五个步骤 第一步要研究你的目标市场 第二步呢研究你的目标客户 第三步啊要好好去研究你的竞争对手 第四步我们要结合前面的这些研究的结果啊 分析并且找到你的与众不同 最后这一步啊 你别以为这个小看它啊 其实非常的重要 你要把它写下来 写下来 因为在写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就会思考啊 甚至你要把它宣告给你的整个的团队 在宣读的过程当中 又会得到一些反馈 所以这五步啊我个人觉得是缺一不可的 而且呢为什么是一个循环的标志 就是在你的企业发展过程当中 它一定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是不断在完善的过程 不断完善的过程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SWOT分析啊 我们来给大家稍微的展开一下 稍微展开一下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外贸企业 有多少人呢使用过这个工具啊 那SWOT其实就是啊四个字母哈 S呢就是优势 W呢就是劣势 那这两个维度呢 其实是企业自身的一个分析啊 就是你首先要分析自己这个公司有什么优势 同时呢你要分析我们自己有什么劣势 对吧 然后机会呢 O就是机会 T呢就是威胁和挑战 这两个呢又是一个外部的一个维度 外部的维度 我们要去分析在环境 整个大环境下 我们有什么机会 然后呢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威胁和挑战 威胁和挑战 其实SWOT分析方法 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 都是非常的需要的 我在给很多的学生 在做职业生涯规划的时候 我也会建议他首先要做SWOT分析 每个人在市场当中也要能够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啊 然后呢能够分析这个环境当中的机会和威胁 这样子你才能够扬长臂短 更好的做好个人的职业发展 那么对于一个品牌来说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分析是非常的重大 那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带着自己的管理层 去做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做完以后呢 其实我们会有一些方法去应用SWOT分析的结果 第一个就是匹配的方法 什么叫匹配 就是把两个类别连接在一起 以确定一个操作过程 使自身的长处 比如说我把我的长处和机会做一个相辅相成 当我的长处和我的机会能够匹配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什么叫快速的行动 快速的行动 因为当我们机会当中有长处就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事实上是可以弯道超车 甚至可以快速的能够在这个市场中得到一些反馈的 那么当我们把弱点和威胁去匹配的时候 那么这里呢就需要我们可能马上需要去开展一些工作 做一些这个改进 否则的话呢很有可能这些威胁啊 就能就真的变成了一种威胁啊 就真的会影响我们企业的发展 那么第二个方法啊叫做转化啊 什么叫转化呢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将这个复数啊 能够转化成正数啊 将我们的劣势呢转化成优势 那说实在的这一点啊 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困难的 非常的困难的啊 像我自己其实我也经常跟很多人讲 我小时候呢可能不太敢这个站在这个讲台上去演讲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讲台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在讲台上全程没有抬过头 特别特别的紧张 我一直觉得自己可能不是很擅长在讲台上去讲课这件事啊 或者去做一个分享这件事 但是我没有想到若干年以后 我现在差不多每年做的分享的场次在一百场以上 所以事实上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你把你的劣势转化成了你的优势啊 把这个威胁能够转化成机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啊 那我们觉得弱点就不一定是坏事了 弱点就不一定坏事了 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匹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但是呢转化可能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啊 这个上面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了 比较困难啊 所以啊在这个点上呢 我们希望各个企业啊 你们自己带着你的管理层 好好的去做一个SWOT的分析 这边呢我也专门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这个是我们在一家台州的外贸企业啊 在他的公司 其实我们就谈到了SWOT的分析 那么这个老板呢很有心 他就根据我们的建议啊 其实他就做了这样的一张啊 叫做竞争力的九宫格的这么一张图啊 我把它称为是九宫格的分析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如果今天做外贸 你会发现海外的买家啊 其实会从三个方面来考量你这家公司 第一个呢就是你公司的情况啊 你的公司有没有实力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产品 你的产品的生产能力怎么样 你的产品是不是能够符合他的要求 你有没有技术的啊 一些这个自己的专利等等啊 第三个就是服务 你能不能很好地为他服务啊 能不能安时的交货 对吧 能给他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质保的服务等等 所以这三个维度 其实是海外买家最关注的维度 那么这个老板呢非常的认真啊 他在每个维度当中又分别列了三个 三个方面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九宫格啊 他觉得这九个方面啊 是海外买家在考量中国的 B2B的外贸企业的过程当中啊 最关注的九个问啊 九个方面 然后九个方面呢 他又列出了27个问题来问他自己 问他的公司的管理层 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所以最后就变成了这27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27个问题可能啊 确实买家非常的关注啊 买家非常的关注 只是说呢 原来我们没有这么系统的去总结过 那我们列出这个27个问题以后呢 我们开始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步啊 这个老板带着自己的管理层 先分析自己的企业 我们自己这27个问题 做的怎么样啊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他就开始分析他的竞争对手 因为他是B2B的企业嘛 所以他就找到那个 跟他做同样的产品的 这个中国的供应商 他就把这个竞争对手啊 研究非常的透 然后把这个竞争对手的27个问题呢 也尽量的搞得很清楚 好 这个时候不是出现了两张九宫格吗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会把两张九宫格呢 来做一个对比 做个对比 别人有的 你没有的 啊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弱点啊 但是别人没有的 我有的 是不是我的优点 对不对 或者别人做的不是很好的 那我比较好的 那我比较好的 其实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的优点 啊 那么当我们找出啊 这个两三个我们自己的长处的时候 其实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可以变成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 啊 那这个方法呢 那这个方法呢 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SWOT分析法的一个很好的延伸 当然 他可能更多的是 基于啊 这个长处 就是优势和劣势 在做一些分析 嗯 还缺乏了一些 机会和威胁的分析啊 就是对于外部环境的分析 所以建议各位企业 如果你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嗯 也可以借鉴这些方法啊 不管是九宫格的分析法 还是SWOT的分析法 其实最终的目的啊 特别简单 就是能够让我们结合前面的调研啊 市场的调研 客户的调研啊 竞争对手的调研啊 最终呢 可以分析出我们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地方 与众不同的地方 你一定要明白 我们今天品牌定位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定我们与众不同的地方